这位同学是一位男高音 作为男高音来讲 除了女高音以外 她就是另外一个 男生其实她是最高的 当然有抒情的男高音 戏剧性的男高音 基本上是这样 当然还有些是专门唱一些个 华彩 华腔的一种特点 某些作品的男高音 那么作为男高音来讲 训练上是比较难一些 所以要特别注意 她的过度声区和她的高声区 这种训练 因为男高音从生理结构上 和女高音 她本身就存在着一种不同的特点 表现在什么呢 女高音有的时候 即使她方法不正确 她有时候有些个高声区 她也能给你喊叫 也能喊出来 这个男高音到时候 高声区出不来 就出不来了 就破掉了 就出不来了 所以她的训练上 一般从世界上来讲 也是觉得男高音的训练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么作为男高音的音域 一般说就是从中央C 到上面的两个八度 到High C 当然也有些个声区的使用 到High声C High Ray 是吧 这就比较少了 如果男高音能够 很好的把握住这两个八度 那确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呢 我还给她练一个五度的练习 从中央C上面的Ray开始练 转发音乐 好 大家听到了 这位南高音声音还是蛮浑厚 蛮宽的 是吧 这样一个南高音 那么他现在的我觉得 我要开始从呼吸上要告诉他一下 比如说他现在有一点就是 好像挤压出来一点这种声音 那么咱们是说以前我也讲过 就是说呼吸 是吧 呼吸呢 比如说你在躺着的时候 是吧 你可以实验一下 睡觉的时候你肯定吸气是用鼻子吸的 然后吸到这儿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深呼吸 是吧 吸了以后就这一点 这里是放下来打开的 就保持着这种状态 就行了 咱们练一下 好 这儿不紧张 是吧 母音都在这里 就这点气息就够了 你吸了气以后 这种感觉 你就想气息 这个声音是从 从这里来的 有了这个气息 你就觉得就有声音了 而不是 不是这里 好 挺好 这种感觉 不加任何什么强制的这种力量 就是这样在运动 里面就要推 我想去看看 有 哦 你感到 dormit 爱 你感到无态 去 你感到无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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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都可以 也可以喝 增加孩子的很难 能不能 Т媳 devot 词中给して 不动 保持着不动 不是要好 不要 咱们去推它 你就是在你唱啊的时候 要保持住一点放下来的这种位置的状态 别跟着好像 就好一点 这里就保持得稳定一点 它就开始形成一点这样放下来的声音 能够很好的送上去 要不就有一点好像是这样出去的 对 你现在开始唱出这个呼吸 我觉得就这样 就这样好像不断地保持着这种状态 它就有力量 它就有弹性 好 作为南高音来讲 一般指它的换声区 应当是在声发 发我认为这个左右 所以就说是在这几音的时候 就要开始注意 一个就是你的气息 还保持这样 不必要增加 因为是要高上去 要缓上去 增加不必要的压力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注意不要放下来 气息轻轻地把它送上来 这也不必要要增加 好吧 咱们试一下 咱们反复再练一下 我再练一下 咱们反复再练一下 咱们反复再练一下 我再练一下咪 咪 不 不是唱咪 我说唱咪高度的音 还唱咪 咪 好 咱们现在唱 不唱一了 好 现在是 拉 西 生 都 瑞 咪 这个音 那么你这个 我觉得要进行一点 关闭 所谓关闭就是要稍微让它 有一点 不是 有点 的色彩 只得你里面稍稍集中一点 也就是说这里头 还是什么都不要动 对 你再做一次 不要 还是这个气息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化 就转换过来 好 不要 你靠的是你的气息 完了 而不是这里头要 好吧 再来一次对了 好 一样的 你基本上也是对的 你现在这儿不但是掩盖了 也增加了一点关闭的这种 实际上这个让你保持住 它就是能够很好的放开来打开以后 要更多的要投枪的感觉 否则你那个就是有一点 很好 一样的 一样的 对 李爽 我觉得挺好 就是你唱到最后 不要 还没有多余的那种挤压的力量 不要有 很好 对 对 真的吗 就这样 就这样 也就是我训练你这个声发发咪 这几个音这种感觉 都让它稍微集中一点 保持住一点 这样的话你才能使得这里边是打开的这种 进入下面这种状态 否则那样的话 这里头就挤的 家伙上去就难了 好好好 对 对 对 好 nope 哦 OK 哦 好 这个练习就练到这里 现在我再给它练一个八度的练习 看看进入高声区 中声区进入高声区 这个训练上头看看 我们再做一点什么 好吧 呼吸一样 一样 跟刚才说的要求都一样 好吧 好 再来一次 这个音到这音之间 它是在呼吸的这种基础上呢 这里边关闭一点 就是一个意思不要开 不要去撑它 放下来的 对 你这个气息是对的 就是这样 在源源不断的 很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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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在练到高声区的G了 我希望他这个G这个声音 还可以再放得好一点 可以再关闭的稍稍 不要有一点 这种色彩 因为为了准备唱后边几个高音 气息还是这样 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它是稳定的 而且是打开的 而且是具有头腔的色彩的一种预兆已经有了 已经很明显了 是吧 挺好的它 李爽你注意 这个当然是对它的这种要求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做法就是想一下子能够做到更好一点 有时候是需要点时间的 比如说你这个唱起来的时候 好像就是这里头那种伸展一点 现在有时候稍 有那么一点这个 这个再稍微保持得好一点 对的 好 我可以再要求你一下 其实它做的还是不错的 在这种 关闭 气息这种状态下 刚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现在想让你再做一个什么呢 就在这种基础上 好像 下面再多一点 这种感觉 好吧 再来一次 可以了 因为从他现在这个 这种整体的这个发声机能这个运动 它得一点点逐渐渐有力量 慢慢配合得更好一点 那是得需要慢慢的一种训练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状态 好吧 林爽 比如说你唱到最后 这要求你可能难一点 唱到最后不要 好像 你还在像开始 唱到最后的时候 好像还在像吸气那个感觉 而不是里头已经 是不是 咱们唱歌 所以训练这个呼吸 就是和说话不一样 说话有的时候呢 说我比如我今天是这样 我参加了一个什么会议 我说这里边好像就消耗 消耗没有了 唱歌恰恰相反 它要感觉到好像 保持住 但是这种保持住不是挤压的 不是强制性的 有弹性的 我认为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再辉煌 再有力度或者怎么样 那是以后的事情 那是需要它整体的一个这种运动 发生的这个机能这种整体的协调运动 不断不断的这样才能慢慢慢慢成长起来 再练一个 这也是很好的 所以对于南高音的训练 是吧 就得要这样 我认为就得要这样 逐渐逐渐逐渐 慢慢的 特别是它这样一种生意 就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要求它 才能保证它这个音色 慢慢的不断的成长起来 才能够永远的唱的时间唱 行 这节课就先上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